大家好 今天要和乔民分享的话题是 军方人留一手 把我马上替身有望加盟广东 威姆斯不用孤军奋战 今天和乔民们一起来聊一聊 广东队的最新消息 众所周知啊 广东队作为CB临赛的十一贯网 经历了不可一世的宏图为业 那么因此啊 在临赛中啊 有很多球队都想先翻广东队的霸主地位 那么在本赛季啊 除了辽宁队之外啊 上海队也是强势崛起 再加上啊 北京首钢队整体实力啊 也不如小觑 那么因此啊 广东队想要冲击十二领冠啊 也是冲击十二座总冠军啊 也并非一世 众所周知啊 在休赛期间啊 广东队啊 完成了一笔重磅的签约 那就是与球队的公兄外软 威姆斯啊 达成续约合同 很多球迷啊 也是忠如放心了 众所周知啊 在广东队三领冠期间啊 威姆斯在球队中啊 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啊 威姆斯对于广东队的帮助啊 甚至要大于马尚布勒克斯 那么现在啊 威姆斯正是回归球队 很多广东队的球迷啊 也是非常的开心 那么威姆斯的回归啊 将会使广东队的实力啊 成倍的增长 威姆斯不止给广东队啊 带来强大的进攻能力 而且啊 威姆斯还能很好的梳理啊 广东队的战续体系 特别是威姆斯擅长 防守反击 这也是广东队啊 能够实现三领冠的 法宝 广东队啊 就是凭借着强硬的防守 再加上啊 快速的防守反击 从而啊 吹垮对手的防御 但是呢 对于本赛季而言啊 广东队仅仅凭借威姆斯 是否能够很逊丽的 完成夺冠目标呢 我个人呢还存在着一定的疑问 住手周知啊 辽宁队的国内球软实力啊 也非常的强大 再加上啊 辽宁队在第二阶段呢 已经确认了双外软组合 那就意味着了 广东队在外软实力上面呢 已经落后了辽宁队 那么广东队是否还会引进新的外软呢 其实啊 我个人认为 居方还是留了意思 因为啊 近期根据媒体爆料啊 广东队啊 还在接触啊 这个马上的替身 尤其呢 根据媒体爆料啊 这位外软的实力啊 非常的强大 甚至啊 要超过马上 因此很多球迷啊 也希望 这个马上的替身啊 能够加盟到广东 这样啊 威武斯就不用孤军分战了 而威武斯啊 也是一名老将啊 如果说让威武斯 打满全场的话 很明显啊 是不太信实的 因此啊 如果能够找到 马上的替身 停补啊 马上一上休战的 这个空缺期啊 对广东队 出击总冠军呢 应该是大有好处的 而且等到明年啊 马上上入归来之后 那么广东队就可以组成了 三万人组合 那样啊 广东队 出击总冠军的希望 要更大一些 而且明年 马上回归之后 状态到底如何啊 学业不能保障 因此啊 居方作为广东队的总经理啊 应该也会留有后手 那么这位被曝光的 超级外展是谁呢 根据媒体消息啊 他就是NBA的球星啊 加洛维 今年啊 30岁 是一位身高1米88的 强力后卫 曾经啊 还入行过NBA的最佳阵容 个人得分能力啊 以及防守能力 都非常的强大 是一位 极其优秀的 双能位球员 攻防精辈 这也让广东队 不只能够提升了 进攻实力 还能提升防守实力 那么因此啊 很多广东队球迷啊 听到这个爆料之后啊 也是感到高兴 当然了 目前啊 加洛维 还只是去啊 传闻接待 到底广东队 是否会引进 这位超级外展 或者说了 这位超级外展 是否能够 加盟到广东队啊 目前呢 还无从得知 我们也希望啊 广东队新赛家 能够更加的逊励 大家认为呢 继续分享 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